各位議員在今次的討論當中,特別是民主派議員都指出了, 這次事件對於香港的損害是可以非常之大, 主要是因為一國兩制是否再能夠得到世人的信任呢? 這一點如果是被破壞的話,特別是新聞自由被懷疑在香港存在的話, 香港的整個價值可能就會被抹殺。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明白,大家試想一下這次事件當中, 究竟香港從中得到好處還是得到損害呢? 我相信細心想一想就可以很清楚。 主席,我在2014年1月就著漢衛編輯採訪獨立自主的議案發言時表示, 根據無國界記者公布的新聞自由排名, 香港已經由2002年的第十八位,下跌到2012年的第五十四位, 簡直慘不忍導。 經過了今年,我相信排名會跌得更低, 這是我當時的發言。 當時的發言是正值劉俊濤被調來明報總編輯一職, 過半月之後,他本人更加被人當街斬傷, 但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行兇者的意圖。 結果,反映在當年的新聞自由指數是首次跌破到第七十名。 更不幸的是到今天,我們現在辯論的這個日子, 2017年的指數再創新低,排列是第七十三名。 2002年我們排第十八,現在我們排第七十三。 這個跌幅其實反映了各國的傳媒工作者對於我們的新聞自由的評價。 香港的新聞自由的大倒退, 起碼大家印象之中香港的新聞自由的大倒退, 對香港的損害是很嚴重的。 主席,雖然過去入境處也多次拒絕不同外國人士入境香港, 有社運人士,也有政府官員, 但今次某海事件所引起的國際關注比過去更為大。 大家之所以特別關注是因為今次的主角是一名記者, 過去,起碼我印象之中,並沒有同類的情況發生。 這位記者是不屬於任何政治勢力, 他來到香港也一直並沒有引起任何爭議。 一名記者被拒絕在一個地方進行採訪工作, 已經是關乎到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層面。 何況是他今次被拒絕續他的簽證, 不能繼續在香港工作。 這個情況令大家更加緊張。 主席,《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說, 包括人人享有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包括保持意見不受干預的自由, 以及以任何方式不分國界尋求以此接受傳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當中,記者更加是肩負著不分國界尋求傳播消息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們現在正是不容許一名記者在香港進行尋求傳播消息的工作。 當然,政府方面可能會說他們並沒有這樣說, 他們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舉辦了活動而禁止他們, 甚至他們根本不作任何解釋。 但是這個印象是深入人心的。 這個深入人心的印象,我們是不可以回避的。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當時的國際新聞界亦都反對過度的新聞管制, 甚至好像當時任美聯社社長的Ken Cooper所主張的一樣, 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 這個主張更加被當時的《新華日報》所引用, 提醒當時的中國政府說, 扣押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可惜的是,我們現在活在太平盛世, 今天我們連《環球時報》都說中國要跟昔日敵人的日本共榮共存的日子,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卻連一個外國記者都容不下。 主席, 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是在於被一個文明社會裡頭每一名公民, 不論它的階級、地位、政見都擁有發表個人的觀點和權利, 並且容許在社會上進行辯論、反覆論政, 在不同思想、意見和主張的交鋒之下, 大家可以逐漸凝聚共識, 並且成為一套社會規範, 將文明的社會秩序延續下去, 體造社會安定。 而這個過程裡頭, 必須要有一個傳播的過程, 這個傳播的過程也必須要自由, 令我們的不同意見可以得到很好的傳播。 而記者的角色就是這樣。 當然, 就算馬海事件, 政府到現在都沒有公佈拒絕他的簽證的原因, 也不肯承認和他當日主持外國記者會的論壇有關, 並且說國際慣例也不會公開理由。 但就此一點, 英國領事館隨即已經反駁有關的說法, 強調如果有人被英國拒絕入境, 或者拒絕批簽證的話, 是會告知當事人被拒絕入境的原因。 當事人也可以就這個理由考慮是否提出上訴。 除了英國, 美國, 澳洲, 日本, 挪威等等地方, 如果拒絕某個人的簽證申請的時候, 都會給予理由給對方選擇提交更多資料, 上訴或者採取其他行動。 正如早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斯, 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基於公平性的原則, 當事人至少都要知道不獲批准的原因, 才可以提出上訴或者覆核。 否則, 怎樣去上訴呢? 怎樣去覆核呢? 整個基礎根本都不存在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有下一步的行動的。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記者連拒絕工作簽證的原因, 至今都無從得知呢? 正正因為政府不肯公開拒絕的原因, 無論是對公眾或馬海本人, 於是四方八面不同的說法或詮釋, 就會引起公眾和國際的擔心。 大家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唯有去猜測。 例如, 內地官媒環球時報的社評說, 馬海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做法, 實為破壞言論自由原有的邏輯。 甚至乎, 有些評論人獲得大公報在頭條上的宣言說, 只把你請走, 沒拉你槍斃, 算是最文明的抗議。 這些說法更加令到大家心裡有更壞的想像。 究竟我們記者正常地工作, 或者表達某些立場, 是否會遇到一些不合理的對待呢? 甚至乎, 會不會是外國的傳媒工作者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呢? 事實上, 就住馬海事件發聲的, 不單止是領事館記者組織公民團體, 即使美國商會也就此正重地發表聲明。 當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在電台上表示, 香港國際經貿空間不是單由報紙頭條決定, 美國商會就回應, 香港必須向國際商業組織清晰表明, 這個世界都市仍然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流通, 讓國際相信這裏仍然是重要的商業樞紐。 亦都這樣說, 沒有出版自由, 資本市場將會無法正常運作, 商貿亦都不能可靠地進行。 在馬海事件發生之後, 駐港的外國記者圈當中, 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有下一位被趕走的人呢? 會不會需要準備所謂的go back走路袋呢? 這種情況是大家都不想見到的, 是一些只有在極權地區才會發生的地方,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了外國駐港記者之間的流傳的一些說話。 這個是反映了大家的擔心。 主席, 我當然希望在席的各派議員同事, 在保障新聞自由、 新聞記者行動不受干涉的原則之下, 通過毛孟靜議員這項傳召議案, 讓政府可以公開真相, 給公眾檢視政府的決定是否有問題, 還是他其實做得很好呢? 即使今天的議案不通過, 我也希望當局能夠在今天的回覆當中, 參考一下, 譬如說戴啟斯大律師的意見, 我們可以檢討現在的簽證申請制度, 或者至少要讓申請人知道被拒的原因等等。 我希望當局在回應的時候, 亦都可以為我們一一說明。 同時, 政府亦都應該向傳媒界提出具體的承諾和政策, 使到新聞從業員, 不管是香港的, 或者是外國的, 或者甚至是內地的, 他們都清清楚楚, 知道, 明白, 而且是有信心, 香港的自由和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並沒有失去。 環球時報說, 少一個馬海, 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會受損。 這種說法其實是非常之危險的。 我們每個人的言論自由, 公民權利的自由等等, 其實都是重要的我們的核心價值。 不可以說少一個哪一個, 少一個我, 或者少一個你, 都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 我們希望, 特區政府能夠在這個問題上, 清清楚楚他的立場。 主席, 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也有很多機會和一些外國的朋友接觸。 包括了我和一批立法會議員, 在上個月我們去過英國, 去過倫敦和愛丁堡, 和當地的國會議員, 也有當地的外交部, 負責商務的官員等等去接觸。 他們對於香港一國兩制是非常之感興趣, 因為一國兩制似乎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既有一國, 又有兩制, 而且他們非常熟悉香港的環境。 所以, 說起我們加強香港和英國的各種聯繫, 包括商貿聯繫, 包括文化, 教育, 或者議會之間的聯繫, 他們都非常著躍。 但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香港真真正正能夠在一國兩制, 在一國的框架裡頭, 實現到兩制這一點。 而香港能夠保有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法治等等這些重要的基本原則。 這時候, 我們真真正正能夠有可能發揮到我們那種魅力, 和世界各國維持良好的或者更加強大的關係。 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遭受到質疑的話, 我想這一點都不是香港之福。 因為香港的整個,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一個細小, 但是應該是一個開放和有動力的城市。 這個城市, 必須在建基於有充分的新聞自由, 和新聞自由不被懷疑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實現。 是明信息, 由本來, 我們當然會有理解。 我們不是有主義的, 能否建議。 千年快樂的房子。 我們不可能建議! 一 Jar男方的建議. 竟然有盡西! 那 Muito不可能建議! 撐著能力! 那種新式的法治是能力的! 感谢观看